HELLO HELLO 2019年4月5日 各位漫迷早晨 今天先说明这是录音的 所以今天约了两位嘉宾和我们聊两个不同的题目 但影片将会是4月5日早上播 录影时间是4月4日晚7点半 我刚刚录好了 今天4月4日的第二条影片 稍后9点会上赛 现在就和两位嘉宾录影片 明天4月5日早上赛11点半 首先两位嘉宾出场 V你好 大家都好 V这个题目很明显 就是讲前锋的不同种类 因为我们上一两次都想讲 但后来因为时间问题 所以现在终于有时间讲 第二位嘉宾就是Ken Hello大家好 Hello Ken 有点转的感觉 因为有时转的感觉 你们两位有时都会参与 但今天不是讲转的 Ken 你今天想和大家讲什么题目 今天是要看看如何爆裂了巴塞 因为我希望球队可以在欧联中 可以有少少的成绩 再走远一点 对了 我讲一点点 接着就可以开始了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画面看到的 就是我拍大巴的YouTube频道的版面 大家都看到的了 订阅者有2497 还有三位 还欠三位 就会去到2500 也算是一个里程碑 如果有2500 大家如果看了很久 但又未订阅的话 就记得订阅这个字 因为这个版面是我的 我自己的币 所以我当然不能订阅到自己的频道 所以大家看到 如果未订阅 记得按红色这个订阅 那你就会订阅到我们的频道 还有按下小铃的icon 按下它便会收到通知 无论是电脑上高 或者手机上高 不好意思 先买个小点的广告 接着我们就把球交给Ken 让他说一下巴塞的攻略 我就改了个名字叫做食菜攻略 那你的画面出来了 Ken 现在看你的画面了 上次是爆巴 今次是食菜 哈哈哈哈 好 首先我想看看巴塞 今年拿了两场的球 去说他们的阵容 是 他转画面的时候 我先赚一赚Ken 因为他真的做足功课 有做了很多预备去和大家分析 所以要赚一赚的 Ken 好 继续 好 这一场就是他们对李昂那一场 5比1 是 为什么我们拿他5比1 5比1应该是一场 好像是0比0 那 为什么会拿这一场呢 反而我觉得这一场 有点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 他们其实 巴塞那边 一直都是沿用433 是 是 很多年 很多年 应该是 由MSN到现在 都是沿用433 是 那 其实 他们也是 是 应该也是 已经用了 二十多年 阿V 我想问 是哥迪奥那之前 还是哥迪奥那开始 应该是 哥老夫之后 那真的很久了 好 谢谢你 OK 然后 其实 其实 因为我一直都要 有看哥迪奥那些 那 是 所以就问你 没错 总部 当然 大家 我猜没有哪个球迷都 就是 没有哪一队都可以 不怕美思 每次去巴塞 嗯 美思 拯救了巴塞多少次 我都不知道 数不到 数不到 这季 靠他都不知道多少次 刚刚不和4比4 但是 我就不够时间 做PowerPoint 这场 然后还有一场 好像是对西维尔 美思一个救世界 那场我都看了全场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是 就是 就是 我打算看到三 就是 我打算看到 好像西维尔 好像看到2比0 我都觉得 凳巴塞是输 然后八十多分钟 弹了个美思 说了又说 阿Ken 我记忆中 你除了喜欢曼联之外 还喜欢了另一对白色 对 对 所以你这么留意巴塞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你在西甲那里 就是白色的 对不对 对 好 对 对 和你一样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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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馬亂 如果時間overlap是馬亂 美斯當然如果大家記得貝迪斯那球 說最棒的那球應該是他 他的發球真是很明顯地很強的 很急勁 或者他的轉是有些curve 其實我覺得今場儘量避免在禁區頂犯那麼多的怪談 這個當然 當然儘量 希望做到 因為很容易 除非 我不知道迪迪亞會不會救到 但是美斯的八球真的很難救 七成 明白 今晚在中場複裙 哎 談何容易呢 繼續吧 但是這個陣其實有個弱點 最大弱點就是前線的速度真的不強 我建議 根本就沒有速度 拿來打主攻就好了 如果沒有丹比利和馬琴 這個陣對曼聯是會很容易出事的 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將在他們有體能 但是又沒有換人的時候 沒有體能 但是沒有換人的時候 但是我猜 基本上可能是50多分鐘 或者60分鐘 其實他們都累了 那麽快? 下半場剛才開 沒力了 因為只是看這場 他們是70的 但是呢 還有巴塞 古天奴 蘇華 女士 美斯 都不是速度型球員 你叫他們這樣跑來跑 其實真的很累 我不知道巴塞對我們會採取什麼策略 我猜他都很... 如果他打穩守突擊出這球 那就是玩殘前面三個 很累 玩到他們 所以他們的取態 他們應該會越慢 但是如果他們的取態真的這樣 那真的五、六十分鐘 就開始會見到他們的體能越來越慢 Ken 想問清楚這件事 是否即是你會建議我們要速度打得快些 希望可以盡快取得他們的武器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如果可能的話當然說 是的 或者有第二個方法就是 任他們上半場 我們守在後面才可以 嘩 我們今年的大巴穿洞 我不知道 盡量守在後面 給他進攻 當你有機會的時候 我覺得巴塞有機會自己壓下壓下壓到 上來都不出奇 好像複雜地壓上來都不出奇 嗯 OK 或者直接打過反擊下去 都未必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但是重點就是 究竟巴塞是不是會這樣玩 但是古天奴 蘇華雷斯 美斯這樣出呢 但是丹比利好像受傷 好像可以的 但不要緊 還要整個星期 暫時都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留意 不好意思 這個我沒有做功課 所以 如果你看到是美斯 然後沒有蘇華雷斯 又沒有古天奴 是馬琴 或者有機會是古天奴 其實有馬琴 或者丹比利整個進攻都會快 這樣就更難打 你的意思是嗎 這樣就更難打了 因為你又不會很採取主動的 你採取主動都是送死的 因為你採取主動 壓了上去的話 就有機會死 但是 如果你看到他是真的可以三個 如果你夠膽 你當然可以壓 不夠膽 就縮球在後面 就不要在中 壓迫不是說 雖然來說 得罪車仔球為無靈兩可的壓迫 OK 真的不要有這隻 因為無靈兩可的壓迫 你不要說現實比賽 我打機 有時按了一個高壓押 怎麽不就全部都壓上來 然後沒有人追球 然後那一刻就很容易出事 因為你中間的洞 你只要被人扔高球上去 你就玩完了 OK 好 加上巴赛首回合炒爆黃馬那場 是真的都是黃馬壓前了 巴赛扔高球下去的 所以是有的 要承擔一個風險 如果你壓了上去 OK 但我想 雖然說主場 但這個我估計蘇斯一層未必那麽用 應該都未必那麽用 但是又要快捷就 所以這個是要多些心思想想怎樣 是的 而這場其實 我看了李航這場 沒有看債 因為歐聯的關係 西甲反而看了一些全場 因為歐聯的時間都很討厭 對學生來說 你看replay也要 是的 但replay也麻煩 所以這場我只能用幾句說 巴赛在主場的威力比下場更多 加上如果曼聯是在一個 好像是上場對Wolfstar 雖然我沒有把全場 或者對Waltford的狀態 是被人進入都幾嚴重的 因為其實前兩場的狀態很明顯是差 中場的連結做得差 所以 我再說兩句 我都不知道這是樂觀還是不樂觀的想法 唯有這樣想 就是希望我們曼聯的球員 能夠打回PSG的水準 但是我想提一點 如果我們對巴赛這場球 真的打得非常出色 就肯定會有人說 你們這群球員 一定會選球踢 但是大家要想想 大家想不想背負著選球踢 還是真的要踢得好 所以有時候覺得很矛盾 因為我們是曼聯 我們做什麼都被人說 我查到了 我查到了 我查到 我查到 最重要是丹比利 Battle without Suspense 誰的Suspense 聽不到 維達爾 OK 好 好像 不是那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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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西甲 最重要是丹比利有沒有受傷 丹比利是受傷的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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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預計 4月8日 那真的有機會可以 我們好像8日之後 看看 看看 好像8日之後 讓我看看 Kan你繼續說 我幫你玩 剛剛那天 剛剛那天 第一回合 就是第二回合 有機會踢 簡單來說 好 繼續 我覺得第二回合 看到他更危險 是啊 請繼續 還有一個 Jester Carlson 沒所謂 其實他在達史達根 很大機會 那邊都是 OK 明白了 謝謝阿V 因為巴塞在前一場 會在4月7日 是鬥馬體會 7日? 他說8日對我們 對不起 在4月 等一下 4月 等一下 他真的選了4月7日 應該延遲了 OK 因為總之 可能那場不踢了 改期 沒有啊 4月7日 改了期 不是 都是4月7日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各位觀眾 4月7日 你說是哪隊 他們是對馬體會 對 就是這個weekend 大波 8日 就是 8日 就是單比利的expect return 就是預期 8日 單比利就復原 是的 我們的第一回合 就是11日才踢 最重要是要搞正些資料 第二回合 就是17日踢 4月的全部都是 OK 不好意思 搞亂了 請繼續 反而巴塞的體能 對比起真的可能會麻煩些 嗯 那就是有個好處 他們支持有做馬體 是的 我們就以日代佬 是的 對了 還要 至少也不用 一件事 就是我們也有一個星期的休息 有 有 8日 不過說一句難聽一點的說話 就是 狼隊 理論上我們都會有些優勢 所以不能夠釣意輕心 都是那一句 不過巴塞很難釣意輕心 說真的 是繼續 所以 體能方面可能會好些 如果你真的打 找手反擊就會更加好 嗯 那我們下一個陣子 好 就是4比4維拉那一場 OK 維拉里爾應該是維拉里爾中文 因為維拉有時候大家誤會了 是不是英冠的阿士多維拉 不過是西甲的 維拉里爾 OK 是不是有一個綠號 是什麼呢 你最懂的這些東西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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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 之前我們有個前鋒在這裡踢的 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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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好像科南 這個不肯定 可能也不肯定 但羅斯 有一個科倫 有沒有 是不是 馬體妹的 哦 不是 重擔 馬體妹是重擔 好 繼續 維拉里爾那一場 一開出來 你就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 我有一個熟悉的球員 以前阿仙奴那個 阿仙奴那個 這裡看到大約的位置是 沒有了 這場一開球的時候 是後備換出來的 應該是 我猜他應該想拿來打 馬體會也不頂 但是這場 馬琴是正選 即是馬琴沒有傷 馬琴沒事的 維達爾也在 但是 看回他們的後防線 好像很低分 因為他們失了四球 待會會詳細分析一下 為什麼他們會出事 後防線 這個時候主要看到 馬琴那邊 是會有速度很多 是 然後可能很大機會 就是說 一有一個快點的球員 巴塞可能會打得好些 但沒有 可能會打得差很多 因為一個速度球員的重要性 就是 可能在反擊時候 特別你有機會 你在馬琴對馬琴對馬琴 如果馬琴夠膽的話 可能會打得快擊線 但是 如果 一場 你見到 古天奧蘇華雷斯 尾斯 去打反擊 那就應該沒有馬琴那麼大威脅 因為 有個速度的球員 變成尾斯 就很好打 他又可以自己去 也可以選擇 你交個好球 給自己走到的隊友 變成更加難的防守 簡單來說 有長有短 對 好 然後就看看照片 這張照片 第一張 應該是背脊絲 這件衣服 你要說說 是否深色是巴塞 是的 我看到美斯 認得是美斯的背脊 是的 美斯的背脊 這球 你的摩斯 可否去指一下 你的位置 不用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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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 穩陣一點 有這個波子好 正 阿Kent 正 不播 我們不播 多謝阿Kent 雖然後面有些 廣告 那些應該可以的 畢竟都變色 好 請 這個就拿著播 這個是照片來的 對 對 照片不用怕 不用怕 我試過 我試過 阿V 因為真的 OK 繼續 美斯最厲害 走走走這些位置 對 因為美斯就在黃線走進去 這個就是美斯 對 對 對 這個就是美斯 然後呢 這個我不一定是誰 總之是美斯是插進去 嗯 但是還有另一件事 如果他不給美斯 他斬後座也是有偉達爾的 兩個人 還有一個 三個人 其實 中間有一個 所以這位置真是不錯 有個空左 後面的敵器柱 已經 偉達爾來的 其實偉達爾是偏向一個 喜歡上去的中場 這個 嗯 你看到後面反而是不會有偉達爾 偉達爾衝了上去右手 哦 OK 這個就是如果你是在 應該是這場是沒有馬琴的情況之下 因為我看到馬琴的身影 嗯 你是會看到其實他們是在打 偉達爾是會上去的 這個是巴賽常見都會出現的事情 OK 一沒有了馬琴 丹比利這些速度型球員 就會打了一些大約是這樣的足球出來 嗯 而這個位置就看到 啊 啊 誰呢 先看看 不是古天 這個是蘇華雷斯 其實都沒有什麼選擇 他一定是站在這裡 反而中間再多了一個 不過這個有沒有遇到 我就不肯定了 是 這個角度看不到 所以 這些位置是很好去做的 對巴賽來說 或者對其他球隊來說 是很好做的 嗯 因為這些球就偏向以 嗯 那個肩膀就是已經 已經離開了 嗯 應該是的 應該是的 但是他前面的27號 會不會包了就看不到 嗯 是的 所以這些位置 已經踏出來了 嗯 這些位置應該是 很容易被人站進去 反而我都 不要意 因為 一會兒你越看越後 那些左右後 真的會上來 這個必然 一定的 這個我們預料 會更加危險 如果他真的在兩邊做很多的工作 而我們的防守 又好像上幾場那麼亂 就很大的 完全同意 好 下一張 就是這張 又是巴賽的進攻 今次就是一個反擊 是 那 也是 剛才那隻顏色應該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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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很多 空位 你看到 其實他還可以繼續爆一段下去 這些位置 不過西甲普遍的球隊都壓得比較上一些 我估計 所以 差不多 不是 他們是打團隊的 打團隊 好 不是 打技術 打技術 他們的技術是很花巧的 嗯 等一下 這場的陣容 我們見到最遠那邊 那個 是 森美道 或者叫森美道 OK 他是衝了上來 這個位置 看到他是 而 中間這些 很大機會是 美斯 以及 蘇華雷斯 或者古天奴 都是 但是 你看到 是要森美道上來 做一個速度 去拉邊的球員 是 並不是說 任何一個 速度型的球員 因為 他們換速度型的球員的時候 時間 只是45分鐘 但是 這個 應該是 施美道來的 反而 反而 好 OK 這個是 巴掃都會 習慣用 兩個 在走廊 兩個 翼 和 好像萬人一樣 用兩個翼 和 的閘 上來做幫手 OK 正常 然後 這張就是對和馬 嗯 這個就是 二五圖 什麼 好 哈哈 這裡就是 拿著球 那個 拿著球 還沒試 已經進了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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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翻些東西出來 嗯 因為 因為 你 你看到 其實 這個也是一個反擊 是 雖然你說和馬好像都回防 回到 一二三四五 但是都是在 拿著球的後面 是呀 贏了半個新位 一個新位 所以 這個球 就二蛇 無論 這裡 這個球員 轉一轉 就認識才有 好 後面那兩個 就follow不及了 不過呢 帶錢入攝的球員 自己 可能 去到這些位置 說真的 無論是阿蘇 或者阿美斯 都不是太大挑戰 他們都射到的 我肯定 如果古天龍 我就不肯定 因為太近 首先你可以自己射 當然 在這個時間 在這場球 他自己射了 OK 或者有些 其他選擇 可能是這些 最遠處 不過我想機會不大 因為 走不及的 你看到這個球員 走不及進去 走不及的 這個球員 已經拉了腳 出來 準備射 其實我CAP這張照片 他都 OK 後面這兩個 更加不可能上到力 是 所以 又是 有一個 被巴塞打反擊 因為 其實巴塞 就算他的反擊不快 他的把握力 也很厲害 同意 尤其是 尤其是 尾斯哥 他轉手為攻 那些很厲害 如果 有個快的球員 給他 他自然個人 就算不可以 他自己都可以推 對 對 下一張 又是進攻 這場就是西維爾 那場 都是 深色三 都是巴塞 基本上全部都是巴塞 這球 這球 你以為蘇 雷斯很想入球 但永遠都不是他的 是 這個就是走完一些 小小 他現在都是 有機會被人封 封了線 其實給不到他 是 或者你推到最底 但你推到最底 就沒有機會 是 那蘇就會接近住 我告訴你 是的 這球的處理方法 就是 美斯玩完 OK 又是 給了一張球 傳給美斯 不過不是 sorry 我補充一句 蘇這樣湧進去有著數 他帶走 就是推了中間退後 所以就給了空位 製造了一些空間 給美斯 美斯 美斯就在這個位置 射了一支箭 所以你說 防巴塞真的不容易 防巴塞 我反而覺得 有時候 巴塞最強的地方 未必是在禁區玩殘 是怎樣 他禁區反而 如果你守得 真的不是很差 他未必做得很好 你密集式地防守 但是你在禁區頂 你防守得差 你通常都很嚴重 OK 因為被一些致命傳送 或者美斯自己一個人射過去 其實都很嚴重 明白明白 所以對著巴塞 比巴黎那邊更難搞 那一定 這個一定 巴塞一定是難踢過巴黎 我自己很相信 那 下一張就是 4分鐘下9秒 巴塞對我斯坦路 OK 好 那 這裡就是施美道 紅色圈這裡 這個就在給球 這顆球就是這個位 OK 正在給他施美道的位 施美道就上來了 反而 我就很壞 我不是歧視 沒有黑人 你知 沒有其他黑人 就是 右手邊 根本沒有打給你 或是馬琴 所以變成是施美道 哦 暫時這個圖 我見不到其他黑人 很大機會 是沒有馬琴 或者 噢 所以你說因為認人方面 OK 如果你認回一些樣子 這個圖是黑白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覺得施美道 是真是 很有速度的 嗯 這些是不是很有速度呢 我就 不覺得他們真的 那麼有速度 那我們也會防防他 如果他出就 是吧 是啦 我們 待會我會設定 我自己心目中的陣容 那個人 就一定 美斯有沒有出 好像這場 沒有呢 我不肯定 因為我沒有抄回他的陣 應該有的 有機會 我懷疑 這些位置 他可能是 嗯 這些位置 那這張圖 你想表達什麼呢 就是 施美道會上來 反而你看到 佐迪艾巴 真的沒有上得那麼遲 可能因為 施美道那個 年紀比較小 活力比較高 當然 佐迪艾巴 都是比較不慢的 但是 比較慣常 看到 施美道上來多些 如果你看那些賽事 年紀比較小 至少 坐地有巴 年紀也回不來 這球 下來 我記得 好像是 有人插位 或者施美自己寫 又是 這張照片 又是差不多的位置 是 又是 這些位置 那張就在這邊 又是 很容易被巴塞玩殘 然後這張 又是 不知道為什麼 又會回到西維爾 這次 就說巴塞 怎樣防守的問題 哦 那麼 巴塞 防守 都是深色的 他們 這球球 又是看到 巴塞押了上去 OK 很明顯的 這個押了上去 你看到他這裡 說就說有四個人 兩個人捏一塊 師尾道還沒回到前 迫基 又 不知道他後面 他看不看到 我不知道他看不看到 嗯 那麼 四個人 但實際 人家進攻也有三個人 在這裡 OK 而有一個 是回不出來的 巴塞方面 師尾道 那麼 變了這球球 那顆球在這裡 這位球員 直傳到下面這個位置 就被 這個西維爾 KO了巴塞 他死了在這個位置 OK 如果有這樣的開放給我們 當然是正 他會不會肯這樣 我們經常在想 他會不會真的押了上去 老實說 西甲的球隊 打西甲和打歐聯 打法 不是很同的 我不知道阿V 你同不同意 或者你兩位 你兩位看西甲看得多 他們打歐聯 很多時候打法是不同的 跟西甲 對 連王馬都不同 是嗎 對 所以他 不會押得那麼淺 除非 他很想在 很脫福 真的 你拿 Away Gold 但是我猜 不會有這麼大的風險 真的 全都押上去 給你這麼多空間 去進攻 OK 好 繼續 下一張又是西維爾 對巴塞 這球你更加看到 巴塞 很多人 但是 走掉了人 對 這跟我們有點相似 這兩個人 人就有很多 沒有人看 這就是賓耶達 我記得 他全對西維爾 很壞 然後 這些 沒有人押 迪姬就是舉手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領袖 領袖 然後 布斯基斯封的位置 已經算不錯 OK 但是 他沒有封到 他見不到後面有人 又沒有人押他 衛達二又好像見不到 因為他走了又有人 好 這個又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又沒有押 沒有押 沒有押 就被人轉到中間射 好 沒有人 沒有人看 好像我們 沒有人 人了一堆 沒有人押 我們有一段時間 防守也是這樣 OK 繼續 也都看到 這條 這條 23號 應該是 好像是 凌格納來的 然後 你看到 布斯基斯 衝進去 這四個 就是後人 沒有辦法 他跟進去 人家下底線 會被捕跟 然後 維達爾 在那裡 究竟 第二個去了哪裡 我就不知道 看看 這場 他們第二個 的人 就是 是 拿鐵的石 不是 這個 是 拿鐵的石 是不見了的 所以變成中間 是多了空位 沒有人跟進來 這裏 又是一個 又是一個 文藝人 是 最得上的 然後 這裏又是 這裏 這裏 是否已經下半場 就是剛才那裏 不是 上半場來的 上半場 幾時 開波 等一下 應該是 介乎 22分鐘 我猜 OK 好 已經追不及了 已經追不及了 已經是扯氣了 嗯 他都老的了 然後這場 就對愛斯賓奴 然後又一見 大家擺起防守 你可以說西班牙人 是的 我記得好像 香港在逆 阿斯賓奴 然後好像其他地方 很多都是逆 在香港就是 阿斯賓奴 是的 然後這裏 又見到 又是巴塞被人打反擊 這條是迷線 這條應該是 拍的 是 被人打反擊 你看巴塞的球員 又是追到有少少 五分鐘 應該也有很多戲 但是又是 越見他們越底 真的會被他們爆 很多位子被爆 加上巴塞的後防 北基的速度 當然不快 一向都不快 烏武滴滴都還可以 我覺得 烏武滴滴都還可以 烏武滴滴我不熟 不知道他快不快 但是打法國的時候 就打得很好 然後這些位 這些位子 首先你可以拿著 如果說真的 對我們有這樣的空間 我們當然會發達 對嗎 希望 不知道他給什麼 很多人一直都插進來 所以變成這些進攻 其實很危險 但究竟巴塞 會不會給這個進攻機會 也是這條問題 很難說的 我們可能都可以 引蛇出洞 這樣也有可能的 所以蘇斯一齊要插一下 真的 好 然後應該是否還有一張 也是這場 2分多 再早一點 再早一點 我的劇圖是這樣的 哈哈 那麼 這球呢 就不是什麼進攻 什麼都沒有 這球是很正常的猜球 你想說什麼呢 哈哈 你看到 愛斯賓奧的人 這條是 這條是 找一個指標出來給我們看看 你先畫 這條 是 是 愛斯賓奧房 是 這條是他們的中場 OK 他們的前線 大概是這些位 在這裡 這些都是他們的前線 嗯 而呢 你看到 是壓筆的 是啊 首先 等一下 有轉一支Laser 首先 這個球員遮住後面的回傳 這個球員就壓他 因為這裡沒有人 巴塞 空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沒有馬球 沒有單比利 就是這樣 右邊是會空一點 因為美斯是去了中間工作 美斯是不會跟你留在這裡 很多時間都 所以變了 就可以壓上來 那些人 然後呢 這個球員 準備接這個 然後這位 藍色球員 準備接巴塞 這位球員 變成巴塞 這段時間 很明顯 嗯 一直被愛斯賓奧壓迫 是很不順的 不知為什麼 他們是 沒有人回來拿 這個是很奇怪 加上 愛斯賓奧的壓迫 就算他們的 怎樣說呢 級數比較差呢 都是有那個 怎麼說呢 是在做一些很高強度的壓迫 不是一些比較鬆散的壓迫 是壓了一些人上去的 嗯 OK 所以 如果蘇斯一查 真的想高壓迫 你要參考這個 真的去壓迫 那些人 不是做一些 不知道壓力 那些壓迫 即是說 要整個團隊一起做 之後用 不可以只說 一個人自己壓迫 很麻煩 這個是高難度動作來的 好 然後去看陣容 好 我覺得很多人不贊同 因為我都想了很久 都不知道要排什麼 哈哈 好 這個就是我的陣 好 先介紹一下 馬斯亞 你能不能按上去嗎 我只看到敵基的頭頂 因為這個上高了 沒有辦法 對不起 反過來 相反方向 相反方向 可以多一點嗎 不不 要這張圖 不過是相反方向 不不 這個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 喂 我可不可以 唉唉唉唉唉 整細一點 好一點 可以戴兩下 好 戴兩下 可以了 好 好 這裏就是馬斯亞 我覺得馬斯亞應該是OK的 還不可以看到 我就不說廉加特 因為廉加特 有多一點點要跟他 要說一下 是 廉加特在我們漫迷早晨那裏 是很多可以見的 經常都帶很多朋友去討論他 不過你一會兒說 好 戴諾特 我希望他打個right wing 彭麗娜 這個也是要說一下 為何會設定 要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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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彭麗娜設定他在中場 我會 馬迪 普奧巴 然後勞基索爾 練迪路夫和史摩林 出不出到 我忘記了 好像可以的 出到 出到 然後楊格 然後特基亞 是 說了彭麗娜 因為 如果你在對巴塞的進攻方面 你想想 其實這邊是巴塞的左手邊 是 如果你要進攻的話 這條是巴塞進攻的 即是古天奴 應該 是古天奴 或者 丹比利 都不出奇 這個就是針對 如果有丹比利和馬琴 或者其實古天奴都可以的 為何我要這樣針對 楊格的活力是ok的 但是 需要一些年輕一點的幫助 我相信 他會很累的 如果他自己一個對馬琴 丹比利 他會死 所以我要給一個 比較 年輕一點的中場 去幫他 大諾特 也可以回來回房幫忙 當然 如果大諾特回房 就會減慢了 反擊 ok 而 連加特為何要排無風陣 我是為了就他 而已 喂 想問你一個問題 大諾特那個位 可不可以出福仔 為何不出福仔 都可以 但是 為何你會選大諾特多福仔 因為我覺得 大諾特 他是一個長期狠 長期 不斷在右手邊 基本上是 ok 這場需要一個不斷在右手邊 其實馬斯亞都會插進來中間 但是他都會在左手邊比較長 也有人問 為何連加特 我要把他放在中間 這個位置 不放任何前鋒打過無風 請說 因為連加特 你放在右手邊 他都會進來中間 是啊 很多人都說過了 是啊 也有很多人 為什麼你要出他呢 調關注過了 因為 如果你記得 好像阿仙奴那場 2比1 2比0 捉中杯 即是輸那場 贏 捉中杯 sorry 捉中杯 4 3 2 因為連加特 收縮了進來中間 前面 只剩下兩個人 也有人說 為什麼不放盧卡古在右邊呢 因為同一個問題 他是不會長期跟你在右手邊 嗯 不是 他都有一些問題的 不是只是 這樣的問題 ok 不是 只是 你說的問題 加上呢 如果你在打反擊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會看到 彭麗娜上來 她是會上的 嗯 我期望 如果有反擊的話 我估計 應該兩場裡面 總有一次反擊的 我期望 一次那麼少 不是吧 我不止 一至少一次 應該都會給到 反擊機會 我估計 巴賽不會和你守在後面 ok 那 然後為什麼彭麗娜會在這裡 第二個原因就是 進攻的時候 方便 這邊可以 都有人衝多些 都ok 如果要衝多次上來 連隔大在中間 在進反擊的時候 做個 是不是叫分波 應該就是叫分波 的角色 兩個可以是 一齊 拉 一個拉邊 一個衝進去 一個拉邊 一個衝進去 這樣 去繼續輪換 有時達樂 但可能在右手邊 有時馬斯進來 我偏向希望 可能是馬斯進來的 因為他的把力高一點 嗯 ok 所以 我排這個 那我再問一句 是 怎樣防美斯 誰去幫忙 還是怎樣 馬迪 應該 普巴 以他現在來說 他都比較大機會 會留多些在後面 我希望他 ok 兩個就會在後面 彭麗娜 可能會站前 少少在這些位置 幫幫忙 哦 很厲害 所以 變成這裡 就有人搜 這些位置 可以幫忙追一下 古天奴 兩個巴西人 去大家 鬥陷 ok 左手邊 這裡 馬斯亞 要恢復回防 有時 可能要 在比較 一個巴塞 已經控制了 有機會控制了 操作 的時候 會 馬仔現在 防守進步了 去這些位置幫忙 因為 心裡有機會上來 但是 重點是 如果 美斯真是自己 一個人 一下子插進中路 馬斯亞 反而未必需要 這麼 跑回來 如果 路基索爾 在一個左手邊的位置 反而 威脅力 沒那麼大 看看巴塞 在這兩邊 會排出什麼人 是會 取決了 整場 萬元 如何去防守 他們 ok 明白 大約 打433 阿V 我不是聽不到 如果有 洛卡庫 不會打 433 即是 鏡頭不用了 阿Ken 說回幾句 大約 是這麼多 然後 那 你需要 如何採取 一個策略 我 我會偏向 做一個 穩守 反擊的策略 用回 等一下 是一場 還是兩場 很難說 第二場 我不敢說 如果第一場 是贏到的 我不介意 第二場 守多一點 都可以 明白 再比第一場 再守得更厲害 也無所謂 明白 第一場 首先 主要目的是 盡量爭取入球 但也要兼顧到 不要讓他入到 Away Goals 這個要求很高 所以 一定要 穩守反擊 盡量 用球員的速度 用球員的特性 他們前面的速度型球員 去幫曼聯 在打反擊的時候 快些 然後也可以 把馬迪 普巴 盡量 不要收到 進去禁區 在禁區頂 再幫助 社會 應該不會太誇張 太誇張了 可能馬迪 可以再倒進去後防 有機會 但普巴 真的不要進去 進去後 美斯 哄出來 就完蛋了 所以 穩守反擊 就是我 認為最好 第二個 就是 高強度的高位亞幣 我現在說 用快速反擊 是啊 當然 這是我們的強項 所以 穩守反擊 OK 穩守快速反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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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國家之大勝 這麼嘔吐 好 在這裡 雖然這場球 是正式打的 但既然 Ken 開了這個題目 當然歡迎各位 在看完這段影片 可以留言 說一下 你們對於把賽 Ken 分享他的攻略 希望其他的萬迷朋友 尤其是屬西甲的朋友 都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的巴賽 我們有什麼辦法 可以打倒他 尤其是 如果跟Ken 看法有不同的話 更加想聽一下 因為想聽多些不同的意見 我們 大致上是這麽多了吧 Ken 是啦 好 那就去到第二個題目了 第二個題目 就要看一下 阿V 跟我們說一下前鋒 阿V 前鋒有三種 是 一種是混合式的 是 混合式的 亦真是說 兩個站都可以打得的 是 無論三個前鋒 或者是兩個前鋒 他都可以打得的 噢 那一個都可以嗎 一二三都可以 要計 是 好 是啊 那怎樣 也真是說 勞卡古是屬於 一個前鋒不能打 打還是不能打 三個都不行 噢 可以打兩個 爲什麽呢 爲什麽 爲什麽可以打兩個前鋒 就是最適合 因爲 他沒有 沒有個人能力 OK 沒有衝的能力 如果他衝的話 死了 又是忍了 如果他前面有空位 他都有些能力做到些事情 我記憶中 是啊 有位是突然之間的嗎 嗯 好繼續 總之他就適合 他就適合兩個 有個隊友 幫幫他忙 那爲什麽 爲什麽三個又不行呢 我想問 因爲 他沒有那些意識 噢 還是他停波不行 因爲停波不行呢 爲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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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中間 是 沒有用的 噢 完全沒有用 噢 就是他在旁邊少少咳進去 你的意思 爲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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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施压的变化是比较大 但是福仔就没有打双前锋的前责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有一个个人能力 他是没有双前锋的意识 就是双前锋的双前锋就是要配合 双前锋是要配合的 那也挺对的 因为近期他很多时候上去就交不到球 有些朋友说他比较偏向独食了一点 好 继续说了福仔和劳卡古不是混合式 只是其中一个模式 马仔就是混合式 那接着呢 就是不要在打双前锋的时候放在劳卡古 明白明白 就是用他们适合的模式 我想问山齐士 都跟那个哪个一样 马仔 就是都是混合式 都是混合式 但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山齐士现在那个状态是 他全球都差劲了 近期我认为他在这种状态 他差劲 他是可以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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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中 中 中 好,继续,阿V继续,齐美,我们的前锋应该这四个了吗?阿障没说吗?没有啦 没有啦,应该是 这四个,多两个用得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阿V,就是说我们用一前锋,两前锋,三前锋,就是配合他们的模式 那是否说,如果打单前锋应该是出福仔? 双前锋可能是马仔加路卡股 三个就三个出光,假设我们不会出生齐事的话 更加不行,不能出楼卡股 三前锋就真的要把连吉特放进去,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啊,连吉特或者巴洛仔 OK,Kent跟你刚才的说法有点类似,不谋而合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连吉特这个问题也挺长的 好,你们两个没夹过的,厉害啊 好,就是这样,阿V 如果连吉特放在右边的话,直接连吉特 这个就明白了,这个我们都说过无数次了 好,就是这样,还有没有其他东西要说的? 就是关于这个前锋? 没有了,就是 好,大致上大家都可以咀咀一下 我们要买一个混合式的前锋 哦,如果你要买就买一个混合式 那你给我们两三个提议吧,有什么前锋 我没看 我没看 你没看? 有一位想问你 国际米兰,Ikadi 首先,我先利身 如果有听众不懂这位前锋 那真的要上网看他近排的威水市 是一个很难搞的球员 但是呢,他真的挺好球的 Ikadi是不是算是混合式? 你觉得阿V或者Ken 不是啊 哦,不是啊 是单前锋 他也是单前锋 OK 如果站在你的立场就不是那么适合了 对不对 不是那么适合 OK Ikadi不会是一个 怎么说呢 不会是一个适合 即是适合 撇除他的纪律 撇除他的纪律 他的打法都不适合 我觉得不是那么适合 因为他 我个人觉得 他不是真的一个很强的 可能他整个球是很不错 但是在其他方面 他未必是一个这么强的球员 OK,明白 那阿V就说他未做功课 所以没什么提议 那我问你了,Ken 你有没有什么提议呢? 如果我们买前锋 有什么你心脆呢? 我可不可以答不用买前锋? 都可以 当然可以 因为我们有钟仔和Greenwood 我觉得是OK的 其实可以不用买 可以 当然可以 我觉得可能急刺性一点 可能就是买个右边的最高球 但是保链加特的位置 一定要买 是的 右边这个位置 我觉得你不买都 下季都是死的 那是不是又是这段 全德老衡的Jayden Sandro呢? 两位 我自己就你够胆的 我觉得你可以 就是我不记得大巴巴 好像过洗杯的人有说过 哪个? 阿根廷 现在还在阿根廷踢的柏和 哦 OK 我不知道他去 就是可能来到英超不行了 或者 就是问些 如果阿根廷联直接过来 就真的好问 全个荷兰的墨西瓜球员 是吧 这个就 最近都有传 但是他是不是左右都可以 那几个墨西瓜去打左 我没有记错呢? 好 如果我不知道那阵 但是 我记得他打比赛的时候 我见过他在左手边 嗯 他好像现在就在右手边 我听说 因为我不太熟 我最深刻印象就是世界杯 听不到V Dress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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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那么前 是不是呢? 他也是 中场多些 中场 还有巴黎不会放 很难啊 我想 Dressler也存了很久 是 但是 如果要来的 我觉得 就已经来了 不贵来了 应该要来的 OK 同意 我这个想法都像 但是 木仔 是想为大体 他不是大体 唉 不知道 我不懂得说 你说起木仔 真的有时间 我们不要开木仔 这个题 我又有时间 有手边 至少我一定不会叫大家去买巴尔 他买巴尔 他买巴尔 我反了他的桌子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吧 如果有朋友觉得值得买巴尔 记得留言 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买巴尔 这个都是想听一下的意见 OK 怎么说呢 他做短纯比较差 还有 他OK的 这个球员是有级数 但是 我最不想他来的原因是 我不想再伤人 OK 明白明白 很糟糕的 再伤 不懂得买巴尔 这个真的不知道 总之我自己也是 比较少少 谁啊 sorry 那个巴尔 是吗 早两季就伤得挺厉害 今季我没有留意 老实说 但是在英超 好像是很少 那时候年轻力作的嘛 V哥 他很年轻 他去皇马去了4-5年了 我没有记错 哇 一几年了 你们两个熟 他什么时候去皇马的 他那时候 摩尼奥米的 对对对 所以他在二次肯定是小伤 当时是年轻的 没办法的 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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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二十 二十九 不知道生日未呢 二十九 未生日 七月十六 刚刚遺跡了 好 看他几次去皇马 好 你看看 13年 6年前 23岁 6年前 他肯定是小伤 可以理解 那时候 那时候 他最后一年打热次序最出名 我最记得他 那时候还在打左后位 大家记不记得 类似Head Trick 对着国际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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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有点不同 我觉得 主要别人 那时候 多称 Young Player of the Year 是吗 OK Anyway 大致上是这样 因为这里 大家都不是预备了很多功课 就是买人方面 只是说一点 纯粹 各位朋友 如果听到这里 都可以留言 如果你们有点意见 但是中间就没有买英人 这个知道了 阿V你留言说过很多次了 我记得 因为这集不是转 所以我们点到即止 好吗 好 因为留言可以说一下 始终我们留下 说真的 还有时间 现在都是4月 还有5月 6月7月8月 去讨论转 到时我们在转的场合 再跟大家说一下 刚才麦佳雅都不好 OK 明白明白 稍后一转 你可以多说一点 为什么 好吗 纯粹为了英人 因为英人就不行了 你觉得是吗 嗯 OK明白 自从Terry和Fedina Fed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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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集差不多都整个小时了 来到这里了 多谢各位收听收看 明天再和大家说晚联 拜拜 拜拜